花林县客属会全县各乡正式分会 参加队伍在上午前往光复农会前超商停车场广场报到 9点开始以嘉年华会的方式采接游行 并且前往光复堂场办公室前北面停车场 虽然天空不作美 不过各分会队伍士气还是相当高昂 身穿客家传统服饰 沿街宰歌宰舞引起民众的驻主观赏 沿街宰舞引起民众的驻主观赏 四点半举行积天仪式 今天则是由光复乡长林清水担任主机关 客委会委员叶仁基 客家事务处处长彭伟组 客属会理事长邓居媚 客属会光复峰会江兆毅 跨林县客属会前理事长李建市民代表 师生等担任陪机关 这个仪式隆重而简单 每年客家嘉年华会活动重头戏各分会才艺表演 陆续登场 每一分皆准备了一个节目登场竞赛 大会跟聘请彭新浪 林熙华以及柳明英等三名老师担任评审 活动执行单位 花林县客属会将进行评比 最后在大会的评比最后总成绩地名 由花林县分会夺冠 第二名凤林分会 第三名吉安分会 而才艺表演竞赛 今年则是由吉安分会获得殊荣 最后并由副理事长邱坤 曾颁发第一名一万元奖金 第二名八千元 第三名六千元 整个活动严满落幕 第二名六千元